1948年徐邦会战打响,黄百涛兵团成为华东野战军的首要维艰目标。 黄百涛率领的第七兵团,下辖五个军,共计十万人。 在徐邦会战第一阶段,先被华东野战军重重包围在碾庄地区,黄百涛虽被围堵,但他没有退缩,而是带着部下奋勇抵抗,坚决不投降。 最终,黄百涛兵团在苦苦坚持十三天之后,被解放军为监狱碾庄。 第七兵团司令黄百涛,在国民党众多将领中,不同于其他黄埔嫡系。 他早年在北洋军阀,将苏都军李纯部下当传令兵。 李纯逝世后,张宗昌率部南征,黄于世投靠张宗昌。 1928年,二次北伐中,张宗昌兵败蒋介石,锁部被蒋吞并。 黄百涛很明白自己的处境,知道自己并非蒋介石黄埔嫡系,想要获得信任重用,必须要表现得非常努力。 所以只要是蒋介石下的命令,黄百涛绝对努力执行。 张灵府被围在孟良顾,黄百涛率不猛攻,还险些冲破了华野的防御线。 南麻,林渠战役,黄百涛也是拼死增援,给解放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 玉冬战役,黄百涛扛住素玉几个纵队的猛攻,黄百涛虽负伤,仍死战不退。 最紧要时,他登上坦克指挥部队冲锋,坚持到其他部队到来,解放军损失惨重,被迫撤退。 黄百涛用行动获得蒋介石的信任,后来他率领第七兵团,也为蒋介石尽忠了,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,都在竭力抵抗。 解放军为了剿灭黄百涛兵团,华野也付出了六万左右的伤亡,双方的伤亡数量几乎相等,可见其勇猛奋战程度。 当时第七兵团下辖的五个军,分别是陈势章的二十五军,王泽郡的四十四军,陈张的六十三军,刘振湘的六十四军,周智道的一百军。 这五个军长跟黄百涛一样,奋勇抵抗,死战到底。 第一位,二十五军军长,陈势章。 陈势章一九零二年出生,黄浦军校第五期毕业,他一直都在中央军里任职。 抗战时期,参加过武汉会战,率部与日军血拼三天,获得了上级嘉奖。 晚南市变中,陈势章的表现非常积极,让新四军的突击部队损失惨重。 1944年1月,时任四十师师长的陈势章迎来了他的新上司,黄百涛。 但陈势章并不歧视这位非中央军的长官,并且还在黄百涛的领导下克尽职守,逢战必先,很得黄的赏识。 没想到中央军出来的将军这么没有架子,而且还很听话,实在难得,这点让黄百涛非常欣赏。 所以,黄百涛后来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后,历见陈势章接任二十五军军长。 徐棒会战中,二十五军随着第七兵团一同覆灭,陈势章不想成为解放军的俘虏,最后好不容易借由化妆逃回南京。 到南京后,蒋介石命他重新组建二十五军,陈势章一面把老婆孩子送到台湾,一面在福州去征兵。 全市老兵的二十五军都不敌解放军,新二十五军更是如此。 福州战役中,陈势章又一次成了光感军长,他再一次逃出战场到达厦门,本想伺机出海,却在清查行动中落网,成了解放军的俘虏。 变成俘虏的陈势章,拒绝中共的改造,表现得非常不配合。 最后一直到1975年,最后一批才被特赦,这批最后特赦的人都是中共认定的顽固分子,他们心中一直是认同中华民国。 特赦后的陈势章,第一时间就想去台湾,但台湾基于总总考量,不同意其入境,后来得知老婆孩子在美国,才飞过去一家团聚。 1992年,陈势章并逝于美国,终年90岁。 第二位,四十四军军长,王泽骏。 王泽骏,1904年生于四川,其父是川军名将,王泽骏早年一直在父亲麾下任职。 卢沟桥事变后,王泽骏主动请英抗日,在武汉会战、长恒会战中率部与日军血拼。 从1946年6月开始,担任四十四军军长,四十四军在徐邦会战中覆灭,王泽骏也与碾庄被俘,但是他并不配合改造。 也因为在中共改造期间,表现不积极,没有在前几次,被特赦出来,最后在1974年,在狱中病逝,没能得到最后一批特赦。 第三位,63军军长,陈章。 陈章,1902年出生于广东罗定,他本是乐系将领。 1923年后,在陈继堂部下历任、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。 抗战时期,率部在韶关与日军血战,此战后获得了国民政府嘉奖。 1948年10月,任63军军长。 在同年的徐邦会战中,11月11日,在瑶湾兵败,自强殉国,十年47岁。 第四位,64军军长,刘振湘。 刘振湘,1906年出生于广东,他的经历比较奇特。 黄埔第五期毕业,参加北伐。 北伐结束后,跟着夜挺带团,参加共产党发起的南昌起义。 失败后,回家敬仰一段时间,后加入陈继堂乐系军阀校吏。 后来因陈继堂反蒋下野,他又以黄埔学生身份,带着毕业时颁发的中正简,去拜见昔日的校长蒋介时,一番师声谈话后,从此他对国民党死心塌地。 徐邦会战时,刘振相率领的六十四军,是第七兵团最坚决奋战的。 他拒绝突围,誓死要与解放军军决战。 他说,要打就打,快些决战,到处黄土可埋白骨。 最后关头,黄伯涛对刘振相说, 我年老了,而且多病,做俘虏我走不动,而且难为情。 我死之后,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,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,醒悟过来,国民党或者还有希望。 你年龄还轻,尚有可为,希望你能突围出去,再为党国做点事。 此时军长刘振相,做了让下属震惊的举动。 他打开皮箱,穿上国民党发的将军大礼服,也佩戴上勋章,换上新帽新靴,整了整衣冠,准备写战到底。 最终,刘振相奋战到底,兵败被俘。 刘振相虽然被俘,但他也是不接受中共改造的人。 忠心到底,也是直到1975年,最后一批才被特赦,于1986年去世。 第五位,一百军军长周智道。 周智道,1900年出生于江西永新,黄浦第四期毕业。 参加过北伐,一直是王耀武的得力大将。 抗日时期,周智道在国军王牌74军中任职,参加了松户抗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等等,十余次大型战役。 国共内战时,周智道属于传统的中央军嫡系,比较藐视杂牌,看不上黄百韬。 多次请求将一百军,划出第七兵团,但蒋介石没有同意。 后来徐邦战败,周智道突围逃了出去,之后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,1984年去世。 看到以上五位军长的忠诚,不得不说,除了司令黄百韬的骨气令人敬佩。 下辖五个军长,一个也自强殉国,一个不愿成为俘虏逃了出去。 被俘的三人,则是拒不被改造,一直坚持到最后才被特赦,而其中一人在狱中病逝。 虽说大时代如此,但他们依然保持着独立人格,即使战败,仍然意志坚定,毫不屈服,守住军人该有的尊严。 这样的风骨,实在令人敬佩,千古流芳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,记得动动你的手指。 感谢你的喜欢。